讽刺的是,惦记我的人不是我的爹娘,也不是我的亲妹妹,甚至树妹都不是,还是那个从小就被你们讨厌的大伯家的四妹妹? 你倒是会记事,还能记住她的事? 我帮红装杀她,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,相反的,我很在乎那个妹妹,可是相比起你们来,我更希望我在我父母眼里能够成为一个对家族有用的人。 所以我想把这个事做成,想让你们能够因此而重视我,却没有想到,竟是这样的结果。 叶文言走了,悄无声息地又从将军府离开了,虽然已经知道腊月十五的扶杀是叶飞舟做的,却终究也没有对她做些什么,也不知是因为叶飞舟内福音舟带柔的模样让她下不去手,还是因为许多年前元主送去的一包糖果,出了她心底最柔软的一块地方。 前生今世,她叶文言从来都不是什么圣母,从来都没有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伤害过她的人,可却在刚刚那一刻,听着叶飞舟说的那些话,就特别想要放她一马。 那位二哥是同过元主的,元主心里也真正地把她当成哥哥,只可惜造化弄人。 叶家大房二房经过了这么多年,最终竟是走到了这一步,于是在返回炎花宫的路上,顺手将仁王府的府墙弄塌了一片。 仁王殿下,先帝的第三个儿子,封号为仁,却是假仁假义的人。